自10月中旬以来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该国都地出现的抗议示威 以及随之引发的暴力事件 目前规模已有所减小 但尚未平息 11月上旬 钟西圣记者来到智利国家议会所在地 瓦尔帕莱所示 仍可看到这里多处商户遭受暴力冲击后 留下的满目疮痍的场景 即使看到 位于市中心的一间超市遭到了洗劫 并被复制一具 即剩下门口的收银台 距离国会大楼 约三四百米的一间车行更是面目全非 整座建筑被暴徒焚毁垮塌 曾经陈列在这里的多辆新车 现在只剩下车架 当地人说 车行老板的损失也难以估算 瓦尔帕莱所距首都圣地亚哥约120公里 它同时是智利第五大区首府 也是智利最早的贸易港口 这座古城于2003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遗产 百余年曾在地震中夷为平地的瓦尔帕莱所 恐怕很难想到 今天又遭到人为暴力的打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